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五到十七节 若没有份差遣,怎能传道呢? 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了 他们的脚中何等加美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 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感谢神的话语 好,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一起分享这个题目 或者这个题目我们也可以把它讲成是 另外一个叫做明确救恩,得着救恩 然后分享救恩,这样讲就可以 好,我们看下语言 我们要开始 我们看一下引言 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强调了 上帝赐下福音的主旨 他的主旨是什么?就是罪人 灭亡,非常可惜 所以今天我再一次跟大家来说明 救恩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们怎么样得着救恩 然后之后分享救恩 就在我们读的这罗马书 这第十章里面 整个分成三段来讲 就是这三段主要的内容 好,第一我们来看 人心是渴慕 可是 人心渴慕 希望能够有个拯救之道 可是呢 很多人用自己的方法 所以是求道无门 所以我们看 十章第一第二条一开始说的 这是保罗所讲的这个话 我们一起读一遍 我心里所愿的 向上帝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上帝有热心 但不是按照真知识 这是在保罗那个时代的人 他的以色列同胞 他们也希望 也希望能够得着上帝的拯救 那么可是呢 他们空有热心 他们热心求道 可是不是按照真知识 保罗这边讲的是 真正的那个上帝 所给他们的那个道路 我们刚才在这个 这个 序言里面 已经说了 引言里面说了 是凭着信心 那么可是以色列人 要凭着他们那套传统的东西 所以呢 以色列人 他们到现在为止 从耶稣基督时代 到现在为止2000年了 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 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 还是不接受 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们还在用 他们原来的那一套东西 在等候他们心中 所谓的那个救主 那个弥赛亚 所以我们看 他不是按照真知识 保罗讲的真知识 这真知识到底是什么呢 这真知识 其实就是以信心为中心 这个叫真知识 好 我们来看这个 保罗所谓的真知识 是什么 我们来看 后面所讲的加拉太说 他讲他自己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 我素来所传的福音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后面起识 预备 来 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 也不是人教导我的 乃至从耶稣基督 启示来的 所以使徒保罗 一边讲的这个真知识 就是他从上帝那边 所领受的启示 然后这个启示呢 然后再加上使徒保罗本身 有非常厚重的圣经旧约的一系列的基础 所以使徒保罗对于旧约圣经 比一般以色列人更熟悉 更懂更多 可是他领受了上帝的启示 所以他能够从整本圣经旧约圣经里面的基础里面 他知道后来认识到确定到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拆来的那位救主 这个叫真知识 那么可是呢 这些他的当时的以色列同胞呢 只是抱着那个传统啊 按照那个经文 那个表面在研究 没有带着信心接受 所以呢 他们一直没有接受耶稣基督 到今天为止 我们看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 其中人用自己的方法 用自己人的头脑和学问来追寻真理 那么可是追寻不到 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一再强调 我们不是某一群非常高明的人 非常有智慧的人 我们非常有智慧 我们非常聪明 所以我们想出一套信仰理论出来 不是的 基督教的信仰 从头开始一直到现在为啥 我们讲的都是 是启示性的信仰 是上帝启示给我 这个如果你要去了解 从旧约时代就知道 摩西是非常有学问的人 摩西在埃及皇宫 学尽了一切埃及人的学问 说话形式都有才能 可是当上帝呼召摩西 要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摩西说 我到时候见到这些同胞 我怎么跟他们介绍你是哪一位啊 我跟他们说你是谁呢 是上帝就告诉他说 说我是那自有永有 所以基督教的上帝是自有永有 这个是从启示来的 是上帝告诉他的 不是摩西很有学问想出来 所以自有永有 这个是事实上其他的宗教信仰 从来没谈过的 自有永有就是自己有 就是本来就存在了 永有就是永远存在 自有永有就是 在从以前的永恒就存在了 一直到未来的永恒 一直都存在 存在在整个的所有的永恒里面 所以呢 像这样子的信仰 是启示性的 是上帝告诉他的 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所以呢 保罗说 我从基督这边领受的启示性的信仰 那么可是 以色列人的同胞呢 他们只晓得遵守很多的条文 遵守许多许多的条文 他们却不能够凭着信心 来领受这个启示性的信仰 这是他们的这个一直都得不着救恩的缘故 那么使徒保罗原来在他自己的这个范围里面 他在他没有接受 耶稣基督启示之前 他自己没有翻转之前 那么他自己以前的人生 凭他自己那一套 他做了很多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可是在他自己觉得那都是应该的 我们看后面这个第十三节开始讲起 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 怎样极力迫 逼迫残害上帝的教会 我又在犹太教中 比我本国许多同税的人更有长进 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 所以这边讲到没有 就是原来以色列人所强调的那些祖宗的遗传 那保罗以前也是 这些所有的理论 所有的遗传 他非常的热心热心到一个地步 这些信耶稣的这些人 他们是怎么样 偏离的正统 这些人怎么样 这些人是异端 甚至说这些人是邪教 所以保罗那个时候 他带着人去抓基督徒 交给官府来办 所以那个时代里面有许多许多的逼迫 当然我这幅图画所画的是什么 是后来的逼迫 在祖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 初代教会建立以后 一直到祖后300年之间 这一直都有很多的逼迫 逼迫到一个地步 把基督徒放到那个斗兽场里面 放狮子去咬他们 而这些基督徒 他们面对逼迫的时候 就怎么样 大家就坐在一起 然后在那边唱诗歌 赞美上帝祷告 然后狮子扑过去 把他们吃掉 那么所以我们看 如果不是按照上帝的启示 那么人用自以为是的那一套方法 那后面的结果 其实是非常悲惨 今天这个时代 有很多人认为不需要信仰 有很多人认为不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 用他自己那一套 那么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叫做人本主义 现在人本主义发展到一个地步 强调人的价值 高过一切 高过圣经的规范 圣经的规范 如果约束到人的自由 或者人所想要 随心所欲的这个部分 都可以不听从 所以现在我们发觉 即使在这个 成平社会 太平社会 西方国家里面 这种同性恋的事情 在同性恋 婚姻还要 还要可以结婚 还要合法化 然后现在呢 还做到其他的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 这一步完了 后面叫多元成家 多元成家就是不要单一的一夫一妻 这一夫一妻要单一的 那么多元化就是里面还可以 或者说是两男一女或者两女一男 或者甚至还可以把狗弄进来 人寿之间 这样这些以后都要一步一步都要进来 因为所有的约束 在这些人认为 以人为本 以人为至高的 这个都不必要的 都不必要的 会把人类带到非常可怕的地步 同性恋大家都很清楚 像这个 艾滋病 就从这边开始了 那么现在这些少数的 他们用这种同性的方法 来解决他们性需要的 他们其实又很诡诈 有的人 他们是自称是双性的 又可以跟同性乱来 又可以跟异性乱来 所以就把这个艾滋病又带给女性了 然后女性又再传给其他的人 所以现在我们人类有很多的资源 用在什么 用在开发怎么解决艾滋病的药品上面 所以这些少数的人 其实也在耗费绝大多数人的资源 像这些问题都很严重 当然我们人类所面对的问题 不是只有这一样 可是这些是可以让我们好好思想的 人类用自己的这一套 却不愿意凭着信心 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 像现在 如果我们跟这个 同性恋或者多元成家 或者这些人 我们跟他们谈 我们如果谈圣经 他根本不把圣经当一回事 他用世上的一套方法来跟你讨论 来跟你说 可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是凭着信心接受上帝的真理 所以我们基督徒第一步 我们明确就问的真理是什么 就问的真理我们看下一个 安门开启 只凭信靠基督 好我们一起读这宝贵的圣经 因为不知上帝的义 想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服上帝的义了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人在世上就是要追求义 义是什么 另外一个词就是公义 圣经上讲righteousness 那么公义公平正义是我们一个社会 我们之所以喜欢住的地方 我们为什么要移民到澳洲 我们为什么要移民到其他地方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地方 他的社会公义 整个比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可能更好 我们不会移民到一个 社会公义比我们自己原来住的地方 还更不如的地方 我们不会 所以公义是我们人类在世上 追求的一个目标 可是因为人不知道上帝的义 只知道只想要立自己的义 所以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那一套 所以就不服上帝的义 很多时候不服上帝的义 那有人就说西方国家不是基督教国家 我在这边郑州说明一下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所谓的基督教国家 没有 我们只可以说有一些国家 被基督教文化影响了 这个我们相信 所谓的基督教国家 你发现他也做了很 他的政府也做一些糊涂事情 也跟他八杆子打不着的地方 他也要派兵 像这些都是很多地方说不通的 然后讲的理由 后来经过多少年一解穿以后 真正的理由不是他自己其他的利益 像这些我们必须说 西方的国家如果有一些好处 或说有一些优点 是因为他受过基督教文化影响 好像我们上次孙牧师在这边讲到的时候提到 现在的西方国家其实都在吃老本 你听懂都在吃老本 就是以前所留下的一些好东西 现在耗耗耗耗到耗光的时候 其实就跟第三世界差不多了 唯一比第三世界好的可能经济上好一点而已 所以呢我们来看 圣经给我们看见怎么样来得到真正的那个意 真正的意思是信他的得着意 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不是立你自己那一套意 是要信他而得着他给你的意 你得着上帝的救恩之后 然后圣经告诉你哪些是上帝所规范的意 那今天我们事实上最大的问题就是 大家不要这个 要去听一些事实上其他的东西 像现在 如果你有 如果你有去接触一些 这个 大陆的这个 婚姻啊什么这些 这些节目 当然他们旨意是好 他们利益是好的 是要保护婚姻 可是你发现里面很多的说法 其实都是人间自利的 那个 太多的人 这个根本还没有结婚 可是你跟他们在讲话说已经住在一起了 我早上起来叫他起床 晚上他这么晚还不睡觉 我说奇怪你们没有结婚 怎么就这样搞在一起呢 这个已经 在在场的这个嘉宾们也没有人说你这样不对 没有了 这些通通都已经怎么样 已经近乎崩溃的边缘 现在的婚姻已经到这个地方 这些都是人自己立的这一套东西 人以为这样是可以的 所以像这些呢 都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用自己的这一套义 不服上帝的义 我们就得不着真正的义 所以圣经 罗马书给我们很简单的四个字 叫我们 因信成为义 信谁 信耶稣基督 从他那边得到他所给我们的义 好 我们看 加拉太书五章一节 一起读一诊 来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俄挟制 这边告诉我们说 我们信了基督以后 我们不是再到以前那边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这个不行 我们不是严守很多规条 我要跟各位讲 作为中国人 我太清楚 我们中国人许多的规条要遵守 可是我告诉各位 我从小就很多规条都不想遵守 里面没有那个生命 被强迫遵守了一段时间以后 觉得 你干嘛要强迫我遵守 因为我现在小 我发现很多东西你也没遵守 不管当老师的 当家长的 他也没遵守 那可他叫我们遵守 那么为什么 我就会想到很多很多理由 所以我就想到我现在遵守 等到有一天我年纪大的时候 我就可以不要遵守 等到有一天我可以致力的时候 我就不想遵守 可是感谢上帝 我信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 有些事情我自然觉得不对 我就懒得去做 我就不愿意去做 有些事情我一做 我生命觉得很不平安 我不愿意去做 我不愿意去碰这些事情 所以呢 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有自由 不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有人说 比如说有人说你信了耶稣以后 那么你就没有自由了 信了耶稣以后 你就不能做这个 不能做的 有一些犯罪的事情就不能做了 比如说你就不能到casino去玩一玩了 那感谢上帝 我信了耶稣以后 我有这个自由 可以不被casino吸引 是这个意思 很多人进了casino以后 不知不觉 就掏钱 然后就开始去玩 那个贪心就被引出来了 我曾经带领过 有一个小组里面有一个组员 这个组员呢 他自己告诉我 他每天晚上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到九点钟 他的脚就控制不住自己 就走向车库 到了车库以后 他就进车门 车门就发动起来 车门打开 他就开出去 开出去那个车子的方向就怎么样 就开到哪里 casino吃 每天晚上都这样子 后来我们有些其他热心的姐妹 就守在电话旁边 一到九点钟就要打电话给她 八点半的时候就打电话给她 可是打电话她不接 不接 就到这样子 可是感谢上帝 我经过casino 我也经过casino 有一次我所带领的教会的有一位姐妹 她那个得着那个会计师的那个license 在那边有一个party 希望我去参加 因为那几年他们都一直请我们为她祷告 所以我们去到那边要经过casino 可是我老老实跟各位讲 我经过casino 我今天一点欲望都没有 我真是一点欲望 当然我好奇 这叫东看看西看看 这个是有 可是你叫我停下来 去参加casino 我一点欲望 为什么 当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以后 得着他所给我们的意义 不是苦苦的遵守许多的这个条文 像我父亲从小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家绝对不可以赌博 可是到我们做除夕的时候 我爸爸说我们有三天可以赌 三天再赌完了就不要赌 可是我那时候也有点疑问 如果不该做的事情三天也不该做 对不对 如果可以做的时候 为什么平常不可以做 我有这些疑问 可是感谢上帝 那么我们有了基督所给我们的意义 那个使我们怎么样 使我们可以得以自由 我们有这个自由 不被那些罪恶不好的习惯所捆绑 不再被奴仆的儿挟制 所以我们明确救恩 救恩是什么 就是只凭信靠耶稣基督 这是最终 不是你有多大的学问 你有多高的水准 你有多高的知识 这些当然也可以帮助你 去更深的了解一下真理 可是那个跟你得不得救 没有太大的关系 你得救不得救 主要是看你信不信 是这个部分 好 那么我们再看 第二个 下面一个 得着救恩的途径 怎么去得着呢 怎么去得着 刚刚我们讲信 那么这边保罗讲得很清楚 心里相信口里承认 好我们一起读好吧 一杯 来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经常说凡信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好 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所以我们罗马书讲说 因信称义 对不对 我心里相信 我就被称为义人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所以心口合一 你就得救了 当然这个心口合一 是你真诚的心口合一 我很怕有的人去传福音 带领人 你现在跟我做个祷告 那个人就好吧 看你这么热心 不好意思跟你做个祷告 在祷告的内容讲完一遍 他跟他讲一遍 讲完以后 哈利路啊 感谢主你得救了 你即使现在出门 不小心被车撞死了 你一样可以上天堂 这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那我是觉得主要是 那个时候 他做这样的祷告 到底是不是真诚的祷告 还是按照人情来做祷告 使徒保罗在这边 然后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是什么时代 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心里相信 这个别人看不见 口里承认 这个事要怎么样 要见真章的 他迫不得已 人家正问你的时候 你不能说 我没有没有 我一点都没有 我心里说我有有 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要受到很大的逼迫 甚至有可能怎么样 连命都怎么样 吃上吊 这个承认是什么 真的承认 这个相信怎么样 真的相信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你请人家到你家里吃一顿饭 然后请他带他做个祷告 他会的 不好意思 对不对 人情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自己 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要受取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要让他说 你确实真诚的相信 那么绝对不要给任何的人情压力 感谢上帝 这边这一节说 耶稣是我们的 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 什么意思 交付被去定十字架 所以耶稣定十字架 是为了设罪 我们所有人 我们所犯的过犯 我们所犯过的罪 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样 替我们怎么样 替我们偿付了代价 是为我们称义复活 耶稣复活呢 是让我们真正的 能够怎么样 成为义人 所以呢 第十字架 是为我们了结以往 耶稣基督复活 是为了我们 从现在得救之后的 开始的新生活 新生命 所以呢 我们这样的罪人 自己呢 是没有办法 过一个 讨上帝喜悦的 生活和日子 可是我接受 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 是我里面 这个败坏的 已经死掉了 这个生命 重新怎么样 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 生命住在里面 我重新活起来 使我能够怎么样 过一个上帝 所喜悦的日子 所以耶稣基督 第十字架 是我们所有犯过的罪 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承担 耶稣基督复活 也是为我们复活 他复活以后 使我们怎么样 可以重新开始 一个新生命 所以中国古人 所讲的说 以前种种 譬如昨日死以后 种种譬如今日生 以前种种 譬如昨日死 这个昨日死 这个部分 耶稣基督定十字架 替我们解决了 以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 是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后来他 他定死之后 后来他复活 使我们 可以今日生 所以 得着救问的途径 就是 口里承认 耶稣是主 心里相信 他从死里 复活 这个死 是为我们死 复活 也是为了给我们 复活的新生命 你诚心的接受 这是得救的途径 这就是我们得救的 重要的途径 耶稣基督复活 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 我们看 这个使徒行传里面 所记载的 记载 这个是彼得起来 那一天不是 三千人回改信耶稣吗 那一天 就是五旬节那一天 三千人 回改信耶稣 是彼得起来讲到的 彼得就讲说 这耶稣 彼得说怎么样 他见证 耶稣基督的拯救 耶稣基督的复活 彼得在这边说 这耶稣 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个事做见证 我们这些的人 都会在这边 为这件事情做见证 故此 以色列全家当 确实的知道 你们定在十字架上 这位耶稣 上帝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这位复活的耶稣 已经上帝立他为主 为我们所有人生命里面的主 立为基督 基督就是弥赛亚 就是救主的意思 所以犹太人一直在等候 这位救主 把这位弥赛亚要来 可是当弥赛亚来了 他们又不接受 他们把弥赛亚定的十字架 所以彼得这边说 就是他 就是这位耶稣 他就是弥赛亚 他就是 所以这边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 得着救恩的途径是什么 好 再过来 得着救恩的途径 我们看下一页 这边告诉我们 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叫做相信在先 明白在后 大家跟我说说这八个字 来 相信在先 明白在后 这是得着救恩的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 一个原则 这边右边呢 我介绍一个这个人 叫做奥古斯丁 可能很多人听过他 奥古斯丁是在祖后 354年到430年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说大概四世纪到五世纪之间 奥古斯丁是一个基督教历史里面 最伟大的一位神学家 非常了不起 非常伟大的一位神学家 这位奥古斯丁呢 我介绍一下他的历史 他是北非出生的 非洲人 好 这非洲人 北非出生的 年轻的时候是个浪子 年轻的是个浪子 生活非常的随便 他的母亲是一个 非常近前的基督徒 他母亲拿这个浪子 没有办法 二十几岁了 就长大了 一直在浪子 母亲知道 他的儿子在罪恶过犯之中 儿子非常聪明 圣经这些道理他都知道 可是呢 他从来没有真正悔改得救过 所以母亲就一直为他祷告 你们知道 他的母亲为他祷告多少年了 我们这边大家很少有人 有那么久的时间为一个人祷告 你们知道多少年 四十年 甚至他母亲祷告到死的时候 他都还没有得救 可是他母亲在死前的时候 他母亲有信心 我死了以后 他会得救 就后来果然 他得救了 他得救 他悔改 悔改得救 后来敬前爱主 成了非常了不起的 从信徒变传道人 写了很多著作 神学家 所以这个在基督教早期 我们称之叫教父 教父就是基督教的思想家 在基督教的思想家里面 他是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位 他的这些著作 比如说忏悔录 比如说上帝之城的City of God 像这些著作 对后世的教会影响非常深远 那么他的母亲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很多姐妹都取这个名字 叫莫妮卡 你们听过莫妮卡这个英文名字吗 所以你不要随便取名莫妮卡 你像不像他母亲一样 可以这么敬前 哇祷告40年 很多人取名莫妮卡 不知道莫妮卡是干啥的 他的母亲叫做莫妮卡 好 那么奥古斯丁 他对圣经钻研 钻研很久 后来他就想到说 人如果得救的话 一定要什么 带着信心 而这个信心就是 你可能有些东西 你还是不明白 这个才需要信心 一切都他明白的时候 不需要信的 一切都他明白的时候 什么时候啊 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一切都摆明了 那个时候你说 啊主耶稣现在我信了 主耶稣说 这次是too late 所以说我们在世上 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作为一个平凡渺小的人 你是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搞清楚 我们太渺小了 不可能搞清楚 各位 我要告诉各位 我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 是特别是回答一些知识分子 提出这尖锐性的问题 有的人看过我这本书 我为何不信 就是列出许多许多尖锐的问题 可是我告诉各位 这些问题的内容 你以为我本来就知道吗 我是因为知道了之后 我会答复别人的我才信吗 不是 我刚开始信的时候 也是带着信心 信的 我知道啊 信耶稣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那我为什么要信呢 因为我实在是看到一件事情 圣灵光照我让我看到 我确确实实是一个罪人 我很清楚的看到 我自己行善无能 俱恶无力 那圣经这边告诉我 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告诉我 你要脱离现在的生活 你要悔改信耶稣 这是我在这种情况下 我只好做这个选择 主啊 我自己救不了自己 我需要你来拯救我 你是我的救主 我需要这样的拯救 我青年的时候 败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当然我不像这个奥古斯丁浪子 我倒没有那样子 我可能也没有浪子的条件 所以我没有那样子 可是我其他 其他不该做的事情 大概都做了考试作弊啊 然后跟我父母 跟我父母亲顶撞啊 像这些事情都做过 爱慕虚荣啊 在别人面前说假话 装面子 像这些都是 这些这些事情 我现在觉得很可笑的事情 以前都做过 可是在那样的痛苦之下 我说我自己救不了事情 所以我谦卑的到主面说 主啊 我愿意全心全意的信号 我知道我是罪 那么这么多年下来 这几十年下来 现在我很感谢上帝 我的父母 也因为我的改变 后来终于 他们也悔改得救 后来信主了 那么当然我 我这个信主之后 很多年一直碰到 有很多人提出很多问题 在大概在十几年前 我刚开始做传道人的时候 也是很多从国内出来的知识分子 喜欢问一些很尖锐的问题 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一直在钻研这些问题 后来我写了这本书 开始告 我告诉各位 这本书我写完之后 是不是代表我所有事情都搞清楚了 没有 没有 有些东西我现在也不清楚 可是我觉得那些不清楚的东西 对我来讲不重要 在台湾有位相当了不起的基督徒 叫做李国鼎 这个李国鼎 他在台湾担任过经济部部长 担任过财政部长 也担任过这个 行政院的这个科技政务委员 那么这个人呢 他当然是国民党的背景 可是他过世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的追思礼拜里面 不分蓝绿 通通都参加 因为他对台湾的贡献太大 那这个人刚开始信主的时候 这个你们知道寇少恩牧师吗 寇少恩牧师的爸爸寇世远 寇世远是向他传福音的时候 那么 这位李国鼎先生 他是留音的和学 他是学物理的 他的老师以前是 这个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所以他在这个老师那边 学了很好的自学方法 他把他那一套自学方法 因为他的这个推行这个政策方面 也非常的有效率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人 他就说我很难相信 人怎么会复活 后来呢 寇世远 就是寇少恩的报 就跟他讲这些话 就是讲这个奥古斯丁说的这些话 相信在先 明白在后 因为这个李国宁说 我很相信 我真的也很想相信 可是我里面那个有些东西过不去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这过不去 他就劝他说 我们人太渺小了 你要凭着信心接受 相信在先 明白在后 后来他就勇敢的踏出这一步 他就先相信 之后呢 他就发现原来是这些问题 不成为问题了 原来有一些问题 他也明白了 后来他就在 他自己服务的经济部里面 设了一个 经济部 周三团契 经济部周三团契 很多底下的官员呢 都来参加 这个团契的查经聚会 所以呢 我们在座当中 如果有的人 你已经听到听很久 你也很想信 你不要再用其他的理由 再拖延自己 赶快踏出这信心的一步 接受 或者你也不要再讲其他的 说什么 我已经信了 我只是不要走这个形式 这你自己问问自己心里面 是不是形式 就晓得 如果你真的信了 你也不在乎走这一趟形式 而且这不是形式 这圣经讲的明明白白 信的人必须要受洗 信而受洗怎么样 救必得救 这圣经讲的很清楚 所以受洗 受洗是表示 用这样的仪式 来向这个世人宣布 向这个视觉宣布 从现在开始 我是属于上帝的人 上帝就是我的上帝 借着受洗的仪式 向公开来显示 耶稣基督是我个人的救助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就是为我这个罪人而定死 好 所以呢 这个救恩的途径 相信在先明白在后 我们读这段圣经 我们也可以知道 一起读 好 预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 因为凡求告主民的救必得救 请你注意 先求告 后得救 没有说 你明白了之后 求告之后就得救 当然你不是说 你当然多少要懂一点东西 起码你知道你信的是谁 起码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是为谁而死 对不对 起码你知道你自己是罪人 这些最基本的你要知道 至于再更深奥的一点 什么宇宙万有真的是上帝造的吗 像这些你以后可以慢慢去查考 你可以慢慢去了解 我耶稣在十字架 真的可以赦免这么多人的罪吗 这是以后你慢慢去查考 可是 基本的东西你知道了 好 你求告主民 你就得救 你就得救 不是说 你要 你要大学毕业才可以进这间公司 你要进中央研究院 你起码拿到博士学位 而且国际上发表很多篇的这种重要学术论文 你才可以当院士 没有 基督教的信仰没有这些东西 基督教的信仰讲得很清楚 你求告主民 就必得救 在求告的时候 承认自己是罪人 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相信他从实力复活 就是要给我新生命 就这么简单 你就得救了 那么得救 我们今天再讲了一下得救 圣经里列出的得救有哪些呢 通常我们一般讲得救就是永远得救 对不对 将来上天堂 我们即使在世上 我们肉体衰败死掉了 可是我们将来怎么样 我们的灵魂永远得救 而且有一天身体复活 这圣经告诉我 可是只有这一样吗 圣经讲得救 这一样是很重要的 可是还有其他的我们来看 第一个讲到永远得救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经典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些信他的不致命 反得永生 这是第一种得救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可能听过这个 再过来 心灵得救 你现在在世上 本来你的心灵是败坏的 本来你的心灵怎么样 你的心灵这个部分是怎么样 是已经歪了 已经斜了 那么可是感谢上帝 你信主之后 你的心灵怎么样 扭转了 当你这个心灵扭转以后 你渐渐发现 你的人生观 价值观 跟以前怎么样 都不一样了 这个叫心灵得救 那么 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好不好 一起读一杯 来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如今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就有 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 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教 就是灵魂的救护 这边灵魂的救护 按照原文的意思 讲到魂 因为我们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 讲过人的构造 有灵魂还有什么 体 当然也有的人说 灵跟魂是很难分开的 像这个唐崇荣牧师 他特别强调灵魂很难把它分开 不过圣经上 确实有讲灵和魂和体 那么我们得到永远的救护 第一个部分指到什么 灵 我们灵得救 那是使我们得到永远永生 那这个部分讲到这个字 是原文是讲到魂 这个魂这个字 那么意识 我用比较我们大家可以了解的心灵 你的心思意念 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部分得救 你的想法 你很多的思想 这个部分 已经怎么样 跟以前不一样 各位 好像是马克思讲过这句话 人是思想的动物 就人的思想怎么想 他外面就会怎么做 所以为什么历史上 有些人喜欢做洗脑的事情 一直洗洗洗洗 洗到你的思想就怎么样 变了 当你思想变了以后 你就会做出他想要你做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讲的心灵得救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 在这个部分 魂的这个部分 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走上帝洗过的道路 所以 有点像罗马书 第十二章那边讲的 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部分 一直在 因着圣经的真理 来更新变化 这心灵得救 第三个 身体得足 各位 这身体得足 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大家一起读一诊 来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足 这讲的就是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所有已经死的人怎么样 都要复活 所有活着的人 那个时候还活着的人 身体都要怎么样 改变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活着的人身体改变 跟死里复活的人身体改变 都改变成一个样子 改变成什么样 改变成 得足 这个意思就是身体不再像以前了 我们现在的身体啊 是一定会朽坏的身体 大家听到吗 从你出生开始 从你出生开始 一直到你死之前 一直在衰败有没有 渐渐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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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哪一位 我现在年纪越大 身体越好 有没有哪个人 我现在年纪越大 我体力更好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子 你偶尔 偶尔有段时间 突然有点奇怪 那是可能的 你说你一直这样 越来越好的 根本就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 你这个脸 有没有 时间越长 脸越美丽 有没有 没有 那就是骗人的 你越来越漂亮 那讲假话 感谢主 我要告诉各位 我身上有个毛病 很多人都知道 糖尿病 我糖尿病 我跟他 我是1995年得到的 现在已经二十几年 我就跟这个糖尿病 两个一直和平共存 到现在 我从来不敢跟他对着干 不敢 那么 感谢主 当有一天 祖约族祭祭再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复活的身体没有糖尿病 知道吗 这个叫得数 身体得数 所以我们现在身体有各种毛病 你就等吧 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你这些毛病怎么样 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神经就这样说了 我就这样相信 我告诉各位 我昨天去探访一位姐妹 探访她以后 我心里得到很大的激励和安慰 这位姐妹身体很不方便 她因为好像紧直这边长了一个瘤 Tumor 这个瘤呢 压迫了她的什么神经 所以以至于使她的手汗这个脚啊 不大方便 所以她去 她在做礼拜的时候 她要那个架子这样子这样子走 我昨天去看她跟她谈起来 我很佩服她 因为她 我几乎每次看到她 她都是笑眯眯的 她里面她告诉我 她里面有喜乐的心 这个喜乐的心 这不是洗脑可以洗出来的 那是上帝复活的生命啊 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赐给她 她里面有喜乐的心 她告诉我 现在 她说本来有一儿一女 这个儿子呢 在十九岁的时候 开车 发生车祸 被主窃取 你想想看 一儿一女就这么一个儿子 十九岁 都养到这么大了 就这个车祸过世 你想做一个母亲 怎么去接受这个事 剩这个女儿 这个女儿呢 还算不错 常常开车 带她来做礼拜 可是女儿大了 在澳洲这个社会 没有啃老族 基本上没有 所以女儿大了以后 买了个房子 搬出去 就剩她在家里 先生陪着她 可是先生每天上班 先生有点工作狂 一天上班七天 一个礼拜上班七天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 就有时候就她一个人在家里 还养了几只猫 可是 她告诉我说 她的喜乐是上帝赐 上帝赐给她这样喜乐 我看到她身体这么不方便 可是我感谢主 我知道有一天她的身体 要跟我们所有的人怎么样 一样 通通恢复正常 因为身体要怎么样得数 所以这个也属于我们得到救恩里面的一环 所以我们得救 包括这个部分 身体得数 所以在座 任何弟兄姐妹 你觉得你身体有个长期的毛病 你带着信心 盼望主再来的日子 身体得数 好 再过来我们看 这个得救 还另外讲到从危险中得救 使徒行证27章30到32节 这边记载 使徒保罗 被押送到罗马去 当押送到罗马去的时候 再要靠近一个海岛的那个地方 那么那个发生的这个 这个海难 这个船差点要怎么样 要沉掉 我们看这段记载 水手想要逃出船去 把小船放在海里 假作要从船上 船头抛锚的样子 因为这个浪太大了 水手们想说我们先留好了 那么船上有些罗马兵丁 还要押解保罗要去罗马的这些 这些兵 这些士兵们 那么可是开船的是 是是是 是这个船上的这些人 这是水手已经把小船放下去 准备要溜了 可是假装要 要抛锚的样子 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 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 你们必不能退救 这些人不能离开船 这些人如果离开船的话 这个船就很危险 因为没有人驾驶的话 就是被随着个浪这样子打的话 非常危险 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 由他飘去 所以这边讲的得救 是在我们在非常危险中 上帝会在非常危险的状况里面 使我们得救 所以有时候 你在各种惊险的状况里面 那么你祷告上帝 上帝拯救你 好像我上次跟各位讲到 提到那个 Amazing Grace的作者 奇异恩典的作者 约翰牛顿 John Newton 他就是在有一次海难当中的时候 他祷告上帝 后来上帝拯救他 他从此改变 圣经记载 有一个人叫做约拿 约拿被吞到一个大鱼的肚子里 在我们现在判断应该是鲸鱼 他在肚子里面 这个祷告 违改 结果后来上帝拯救他 所以这拯救也包括我们在危险中得救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这一生岁月很长 如果哪一天 你碰到特别危险的状况下 你祷告上帝 让上帝拯救 好 再过来我们看 从患难中得救 这边讲到保罗讲他自己的经验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现在仍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保罗一生经历许多的患难 经历许多的患难 在每一次患难中 他都怎么样 都得救了 所以他说 上帝曾经救我脱离那最大的患难那一次 差点要死 可是我相信他仍要救我们 而且将来还要救我们 我们这一生的患难当中 他都要救我们 我们在座中有谁敢说 你这一生没有什么患难 你发觉这个患难 好不容易过一段太平日子怎么样 患难又来 可是我们在患难中 上帝要拯救我 这个我自己 这一生 这几十年 碰到过几次这样的经验 有一次 这个时候应该我三人几岁吧 那时候我刚结婚 大概五六 大概顶多四五年 一个孩子的时候 那时有一次 我在街头上被一群人包围 喊打 已经喊打了 感谢上帝 后来我祷告 上帝拯救我 细节我就不说了 有的人可能听过 我们在患难当中祷告 上帝拯救我们 所以呢 我们这一生里面 每次遇到患难的时候 每次祷告 求上帝拯救 所以我们得救 包括这些 所我这些讲的得救 都在内 最后一个 从试探中得救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 这个祷告文 我们叫做主祷文 这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济 大家一起读 来请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叫我们脱离二者 各位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这个中文当初翻译的时候 有一点点问题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其实最正确的翻译是 不叫我们陷入试探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好像我们这样祷告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生活里面 随时随刻都有试探 随时都有试探 金钱的试探 对不对 贪心的试探 各种各样的试探都有 可是我们求主保守们 不要陷入到那个试探 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话 改教运动的专家 他讲说 他说 试探你是免不了的 他说 你不能禁止 飞鸟从你头上怎么样 飞过 飞鸟从你头上飞过 你挡不住 可是你绝对可以阻挡飞鸟 不让飞鸟在你头上怎么样 拉死 建窝 拉死你都很难 为什么 他崩下掉 你也没办法 可是你绝对可以不让这个飞鸟在你头上怎么样 造窝 这个可以说造窝 对不对 所以不叫我们陷入试探 就是试探来了 我们知道了 可是我们可以祷告 主带领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怎么样 脱离试探 脱离试探 所以在试探中得救 弟兄姐妹 你这一生有许多的试探 你每一次 有敬虔祷告 求主带领你脱离试探 还是你说 这试探味道也不错 我想尝尝看 那就完了 那就一步一步一步 最后掉到那个试探里面去 这试探是很可怕的 尤其今天这个世代 魔鬼沙旦 用各种试探 来破坏我们的人格 破坏我们的家庭 破坏我们的婚姻 我们一定要非常谨慎 非常小心 好 这是讲得救 第三 分享救恩的责任 这是我们在座基督徒 我们都要用心听的 怎么样分享救恩的责任 这罗马书第十章到这个部分了 是很重点的 大家一起读一杯 来 然而人未曾信他 只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 只能信他呢 没有传道的 只能听见的 若没有奉差遣 只能传道的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 所以呢 罗马书第十章 我们从一开始讲了 对不对 讲到人 人心有渴慕 可是很多人得不着 不知道怎么样得救 用自己的方法 而不知道领受上帝所启示的真理 第二个部分 我们讲到怎么样得着救恩 得着救恩怎么样 就是凭着信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那第三个部分讲到怎么样 我们应该怎么样 得着了就应该怎么样 去传扬救恩 所以呢 今天还有很多人 没有听着 没有听到福音 怎么办呢 我们向他传 亲爱弟兄姐妹 通常有时候 我们在传的时候 每次一要传的时候 就有一个东西拦住你 什么拦住你 我传的有用吗 对不对 他不会接受的 是不是 你已经先这样下定义了 他不会接受 所以 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 可能很多弟兄姐妹 你家里很多人都还没听你传过福音 还有的时候就是 也许你不敢传 我一向传福音 他就要开始找我麻烦 因为我还有很多地方不完全 我身上还有很多很多的毛病 我不敢传 那感谢上帝你还是要传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会怎么样 在上帝里面谦卑 上帝我是罪 我要靠着你 使我怎么样 把这些毛病改掉 更加完全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当中有多少人 你家里很多人还没听过福音 你还不敢开口 你一开口他就顶你 原来你信耶稣 你们信耶稣也会这样 你们信耶稣也会那样 他跟你举一大堆 你不敢开口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还是要去床 为什么 他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这个听道大家不要以为 讲的是说在教父里听道 不是 原文的意思说 信这个道 是从听道这个道 所以听道这个道 不是一定要在教堂里听道 不是 你去把上帝的道讲给那个人 那个人一样也是听道 当然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当然你讲的道必须要基督的话 讲给他听 基督的话 当然广义来讲成本圣经 你如果狭义来讲的话 起码四福音里面 有许多耶稣基督的话就够你讲了 比如他在伤心的时候 你告诉他说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必定得着上帝所赐的安慰 像这些 你把基督的话随时的放在你里面 装备自己来帮助他 那么 还有一个时候 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很多时候不敢传的原因是什么 就怕我们传了以后没有效果 传了以后没有用 我告诉各位 我从信主之后 我 我这个 这个真是 这个叫什么 什么头皮啊 捏着头皮 硬着头皮 对硬着头皮 我硬着头皮去向我父亲传父 我父亲是 他的这个难处有两个 一个是他原来传统的那个信仰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 包袱很重 另外就是 他跟我之间的关系很不好 我信主之后 我刻意的去改善跟他的关系 我刻意的改善 当这个东西啊 当这个部分是我自己这样做 我后来 有一点不大好 我后来就觉得 假如我跟我孩子搞不好的话 我孩子应该刻意的来跟我改善关系 可是后来发现这个时代已经怎么样 过去了已经不是这样子了 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觉得 我以前是这样子 为什么我孩子没有这样子做 可是时代过去了 我刻意的改善我跟我父亲的关系 我父亲有时候蛮不讲理 发脾气的说 我就我以前会跟他 对着这样子喊 那么后来我就不讲话 我就走 就离开 不跟他冲突 这么多年 就借着我父亲对我的要求和言格 所以呢 我自己慢慢的改善了一些脾气 改善了一些脾气 所以呢 我传 我向他传 他最早是对我讽刺 嘲笑 到后来 时间久了 他也不讽刺被嘲笑 他就说 你不要逼我 那他就别人 然后他就说 哎 你以后我们父子见面 可不可以不要谈这些事情 他就这样子 到最后 他心中 过程 你如果不开始 永远没有 所以呢 我们传是我们的 对方接不接受 那是 我们祷告交到上帝所中 我们来看 这个分享旧婚 他有个原则 脚中是很加美的 你传福音的脚中很加美 效果 那是其次的 所以 你只要去传 你的脚中就加美 不代表你的效果一定就怎么样 就百分之百 教会历史里面 从来没有这样的记载 圣经也没有这样的记载 所以 保罗这边讲 说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 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中可能加美 他只要去传福音 报喜信 他这个脚中就很美 不一定说 他带领多少人信仇 当然带领很多人信主 我们感谢主 带领不多人信主 我们也感谢主 16节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 因为以赛亚说 主啊 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 先知以赛亚 他在世的时候 他讲 他宣告上帝的旨意 当时他的以色列同胞也不听 这幅图画的就是先知以赛亚 他在上面讲 下面再跟他怎么样 来对着这样子 对骂 当然他没有骂 下面就这样说 我在基督城的时候 基督城一个很漂亮的教堂 那教堂呢 前面的一个广场 很多人站在上面讲 耶稣基督的福音 就一个人站在 站在一个哪个肥皂箱子里 站在这样讲 底下的人怎么样 一大堆 有的人就说 就这样对着这样子 这样说 I don't believe you I don't believe you what you said 就就是这样子 那上面这个人很有风度 后来有一次我发觉 这里面有一点设计 这是故意让我人 为一些问题 让他可以答复 做求给他 也有这样子 不过很多时候 就是这样对吗 那么可是我们看 这些人还是很勇敢的 去传扬主的福音 所以16节 人没有都听从福音 后面讲说 我们所传的有随性的 保罗在这边引用 以赛亚的话这样说 可是这段话的前面 报福音传喜信任 他们的教授 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 我们真的盼望 我们更多人起来 勇敢起来传扬主的福音 起码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你说你不知道传什么 那以后慢慢努力 可是你起码可以 邀请人到教会来 你邀请来以后 关心他 我们 我们之间有一位 年长的阿姨 他常常 一有机会就邀请人到教会来 没时候邀请 那当然后来 这些人后来搬家 干什么 以后也没有来 起码他们来的那几次 他有听到福音 以后他搬到别的地方去 也许在别的地方得救 这有的 我听到不少这样的例子 所以呢 分享救恩的责任 是我们大家要 应该承担的 可是传了福音 传出去之后 到底 有多少人得救呢 我们谦卑的心交给上帝 有时候上帝就让你 一次个人都不得救 你还要不要传 一个人都不得救 还要传 为什么 我对他有信心 传是我的责任 得不得救 是上帝对他的感动 当然我可能要检讨 以后我传福音的方法 这个是我也该做的 可是最后得不得救 我交给上帝 所以呢 弟兄姐妹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三样 第一个 明确救恩 救恩的内容 没有那么复杂 救恩的内容 没有那么那么庞大 你要得救的这个部分 就是这么简单的几个原则 第二 怎么样去得着救恩 用什么管道 用什么途径得着救恩 第三个 你得着之后就应该怎么样 传扬救恩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明年我们打算 今年已经快要结束了 还有一两个月 明天我们打算 不但弟兄姐妹操练去传福音 明年我们可能还要开一个比较大型的步道会 主要让弟兄姐妹大家学习怎么样 学习去传 去拿到单章去传 去邀请 让我们大家在这方面一同进步 一同学习 一同努力 好 最后我们看点结论 我们何等盼望 还没有得救的人 尽快抓住机会 悔改归信 真神上帝 不要再迟迟 所以呢 呃 我们盼望在年底之前 还有一次受洗 如果你已经明白了这个救恩 要得到救恩 不要用任何理由再来拖延自己 赶快勇敢的说 主动的说 基本上我不会问你 主动的来向我来说 牧师 我要正式做基督徒 受洗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之后 我也愿意努力的传扬福音 我们已经身为基督徒的 在圣灵感动下 大发热心 挺身而出 传扬 耶稣基督的圣道 为后世留下 加美的脚踪